不舒服 那急诊后发现我血压飙到快200 从此之后呢 那医生就必须要开药 血压方面就是只能靠吃药来控制 就算吃了以后 还是没有就是说很好的改善 每天我其实不太敢量血压 因为我不晓得每天量起来 可能都是170 180 但是还是会怕 那时候有去王学谦 内脏按摩器工的这个课程 我现在差不多每天早上就是量 130然后90 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十几年来都是血压都是高 但是忽然间就是血压就降下来到正常 王学谦内脏按摩器工 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我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提升 王学谦内脏按摩器工免费说明会 欢迎上网报名 或电架02-33221868 33221868 新丝虫是一种体内寄生虫 借由蚊子的叮咬来传播 寄生在犬猫心肺造成破坏 对毛孩的健康造成重大威胁 而台湾气候温暖潮湿 一年四季都适合蚊子生长 因此新丝虫的预防越早开始越好 根据美国新丝虫协会的建议 狗狗猫猫满八个星期大 四主就应该每个月持续不间断 开始定期帮他们投药 提醒您 每个月的九号是新丝虫预防日 记得为狗狗吃新丝虫预防药 才能陪伴家人长长久久 您家的狗狗这个月吃了吗 全能狗S口服定 每月一次有效驱除跳蚤必湿 同时预防新丝虫及回虫 钩虫鞭虫 给狗狗最全面的防护 收听News98全能狗S知识家 让您知识多增加 烹调美味料理的第一步 是挑选新鲜食材 而投资市场中 挑选好股票就像挑好食材一样 掌握关键就能取得至胜先机 凯基台湾优选高股息30ETF 股票代号00915 多因子严选电子 金融与传统产业的台股资优胜 兼具报酬与股息 帮您升级高股息 快上网搜寻00915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那老大跟老二 如果在经济规模上面 到底怎么比一比 这等一下我们请段老师来比 那不管怎么比 这个老大跟老二 如果要打架的话 哇那这个全世界就永无宁日了 那如果合作的话 当然就是共好 那如果真的是 完结 要稍微爬 那这个全世界 怎么可能有太平的日子呢 不管经济金融市场 包括未来的整个 全世界的人们的生活 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 更何况台湾夹菜中间 他不是被夹撇吗 我们常讲投资 投资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市场 那你投资有这么大的 不确定的因素 那台湾夹在这个两大之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市场 怎么投呢 这就让我有个很大疑问 你说任何的经济因素 金融因素 我们都可以去理解 他只有周期循环 他都有一些 我们可以去做避险的 或者说可以去做预测的 但是呢 你说地缘政治风险 这种事情怎么预料呢 那完全没有办法预料 那你投资在上 这个上面 永远有一个 不确定的一个 无法预料的变数 那投资怎么进行呢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 比较纳闷 比较困扰的地方 这个我到时候 来请教 戴上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成文老师 段老师今天会来 就中美的经济实力 来比一比 那军事的话 当然 我认为 现在目前美国军事实力 还是超过中国很多的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战争 或者说中美之间的一个军事冲突 是拉在 这个靠近中国大陆沿海周边 几百公里内进行的话 那就未必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有一个重要的地缘优势 那如果说就全世界军力来讲 那真的大陆还是没得比 中国是没得比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发生在 临近中国大陆领土的这个沿海周边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毕竟美国这个 从夏威夷过来 从关岛过来 从各方面过来 他有一段距离 这个是时空的问题 那另外经济的部分 等一下就请段老师来比 不过我现在要请教段老师说 投资我们不就是要 各种变数都要评估吗 但是最难评估的 就是这种非金融经济因素的变 就是所谓非经济因素的变 那如果一直有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变数存在的话 那怎么投资呢 这个地缘政治的话 影响到金融环境的话 其实是很难去评估 那当然这个地缘政治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股市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有人统计 也就是台海危机以来 大概波动幅度是 大概是世界日那天 波动幅度是最大的 那耳后在一个月内的话 基本上都是往下走的 但是问题是会走多久的话 似乎也没有一定的一个道理存在 但是跌是一定会跌的 那如果说要去避开这种地缘政治的话 我想应该是这个 这种东西 我想应该事先都可以预期到了 只是说大家愿不愿意把自己手头上的持股去把它换掉 所以换成什么换成美股吗 不是我觉得说 比方说你如果要避开掉地缘政治的话 一定要做投资组合 也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一些 区域性的股票分布 也就是分布均匀一些些 你不要把所有的所有钱 全砸在一个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非常高的一个国家的话 当然冒了风险应该会最大 比方说前些时候 有人如果买到东欧的基金的话 那恐怕也是跟目前的情况是很类似的 当然台湾的情况跟东欧是不大一样 那当然这个 这个地缘政治会影响到的 我想昨天已经反映到 这个股汇都双沙 那这个代价似乎好像有点大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人来 那我们的股汇双沙以外 除了我们台湾其他的经济受到影响 那美国难道没有受到影响吗 我想应该他也出了很多钱 在维护这个台海的危机 这个风险存在 那当然大家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多了 那我想当然对于这个金融市场而言的话 影响的层面的话 恐怕还要再延续个几天 那也怕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有什么变数会出来 是啊 这个变数非常大 搞不好 其实欧洲有几个国家 又有说什么谁谁谁 又要来访台了 那岂不是到时候我们的股汇 会不会又再双杀一次 这个是我们投资人 非得要小心的 那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是说 因为央行有因应措施 所以请民众放心 没有股汇事 汇事无余 外汇存底有足够因应的紧张状况 紧急状况都可以因应 另外财政部长也喊话说 国安基金紧盯市场 请大家不要担心股市 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在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 在留言板上key说 如果台湾海峡台海周边被封锁七天 就要断天然气 就连电都没有了 那今天这个问题 经济部也有回应 他说油气燃煤可充分供应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经济部说 现在目前石油安全存量 天数在146天 天然气的安全存量 在10到11天 煤炭安全存量是39天 均高于法定规范 而且他说石油天然气跟煤炭 都定有安全存量规范 同时采取多元来源供应 平时以备妥存量 可以充足供应 无余 这个是经济部的说法 但是他也有讲 这个天然气真的只有10天而已 天然气的存量只有10天 真的整个被封锁的话 10天后就断气了 断气的话 不是说真的会没电可以发 那个核四赶快启动一下 也许还可以补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 但核四的燃料棒都已经被运回美国了 所以大概也没办法启动了 只能核一核二核三六部基础 全力发电 水力发电再给他撑下去 台湾能发的电 火力发电全部给他撑下去 这个煤炭的部分 看可以撑几天 我想那个半导体厂商可能插着弹 那另外中国大陆今天也近天然沙 交往台湾 我看到今天国产股价就大跌 快半根跌停板 因为这个水泥要用到天然沙 不过经济部是说 近年进口比例低于1% 所以不怕 不用担心 那至于说混泥土业者说 料源不同影响也是比较低的 环泥国产 中南部厂区多采用本土砂石 国产中立以北的厂区砂石 有部分进口 那就从中国大陆进口 另外从东部运送 还有台泥亚泥旗下的混泥土 是由东部供应 那东部供应的话就不是从中国大陆 从中国大陆的话 都是从这个西边进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国产股价是跌比较重 那半导体业者讲说 近天然沙 半导体业者说毫无影响 那至于抵制食品进口 财政部说 我对中港出口已经降到25%了 所以食品进口就算你抵制了 也就25%的一个情况了 那中国官媒是说反制不是一次性 是长期的组合行动 那这些就跟天后没有用标题式的说到这边 那马上请教段老师 现在目前美中两大强的经济实力 怎么比呢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在金融面还有科技面 基本上我是认为是美国当然目前的胜算是比较大了 那当然这个未来会不会中国超车美国 那在2017年的话 我想如果用一张图形 应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从2018年就开始打中美贸易战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形的话 我简单解释一下 上面这张图形的话 是所有产品的一个这个全球的价值链 也就是贸易的价值链 圈圈的大小的话 代表它的贸易金额的大小 从2000年到2017年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现况 也就是中国的部分的话 突然间它的圈圈冒大了 原先2000年的时候 最大的是美国 再来是日本还有德国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是美国 红色的部分是日本 互相间的线 它的线是贸易的贸易的部分 也就是谁进出口它的这个国家 那在整个图形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用全货币 全商品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2017年的话 突然间那个中国大陆 冒出一个大圈圈出来 这个恐怕连美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话 都会觉得说非常恐怖 那下面那张图形的话 是资通讯 下面这张图形资通讯 一样的道理 我们看一下2000年的时候 资通讯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图形的话 我们2000年的时候 资通讯的话 最大的还是美国 也就是它的贸易金额 也就是全球的这个价值链的贸易金额 美国部分圈圈最大 它往外输送的那些单位是一个国家 那第二个是日本 那第三个的话 也是是德国 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把它挪移到2017年来看的话 突然间中国大陆又窜起来了 它那个圈圈变大了 而且周遭又出现了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那个代码 它上面写的是TAP 这是台湾 所以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资通讯的一个关系的话 也非常紧密啊 所以这张图形会表达说 其实美国在2017年就已经警觉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当然2018年就要开始来一个中美贸易战 那到2020年的状况呢 对 那如果到2020年的状况的话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解读 这个几个圈圈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等一下再请段老师详细的跟大家谈一谈 喂喂喂 带给你们了 大老师 那个另外黄色的是 黄色是德国 德国 德国 它这个圈圈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的贸易金额 贸易金额越大的 对越大的就是贸易金额 它有绝对数字吗 没有它是用这个圈圈 因为太多国家填不上去 这个是直通讯 我知道 那上面的话是所有的货品跟服务 那直通讯的部分的话 这个中国实在太强了 这是国外的媒体所报导 所以它直通讯的贸易金额不输美国了 对啊 因为如果加上台湾还有 你看韩国跟它的依存度也非常高 韩国 那日本被挤下来了 就是原本在日本上面发散了 应该是左手边 日本这边发散了 我们台湾原本是 这是2000年 这是2017年 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 所以就看到说 日本基本上就是被 其实这七年 中国大陆整个崛起的一个情况 17年 17年让美国非常紧张 对对对 所以看 这个情况是在 看那个圈圈 其实大家远远看的话 他以为说这个是日本 不是这变中国了 结果韩国不依赖日本 我们也不依赖日本了 我们结果 过去都是依赖日本 2000年都依赖日本 2000年以前嘛 所以整个17年架构都换掉了 反而欧洲比较不受到影响 欧洲它比较 因为欧盟嘛 它就是境内的这个贸易 对战争占六成了 所以就 看好 就开始贸易打贸易战了 2018年 开始关税 这是税率 互相牵 在互在互打 你看对其他国家 红色的是中国对其他国家 19点 没有耶 我没有加码台股 我不会加码台股 我宁可去做美股好吗 呵呵 我真的要把我的资金 以去做美股 呵呵呵 因为我觉得美股 比较安全一点 呵呵呵 我没有回来咯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 you buy Ella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段老师今天带来这张图 就说明了 为什么美国 要从2018年 开始打贸易战 积极的对付中国 其实它其实 源自于2000年 一直到2017年 18年 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 中国大陆的整个 经济实力 贸易实力 包括军事实力 各种实力的崛起 那当然因为贸易战 它本身是经济金融战 但是呢 这个台海的问题呢 就不是这个经济金融战 就是另外一种战争形式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段老师这张图 是从2000年对比2017年 总共17年的时间 那这个圈圈大小 就代表它的一个 这个所谓贸易总量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发现 2000年的时候 这个图形上面 中国大陆 中国根本就是 几乎就是 小咖啦 小小的一个 小小咖 大概我们看到 2000年的时候 这个资讯通讯产品 资科技产品 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红点 小咖 日本是一个大咖 对不对 美国是超大咖 而且韩国 跟我们台湾 都是依着 这个日本 对 韩国台湾 都是依附日本的 这个资通讯的 这个贸易对手国 贸易国 那这个中国大陆 基本上就是一个 相对 小小小小朋友 对 大概一对照 2000 2017年 不得了 日本消失了 对不对 对 中间变成是中国了 中国现在呢 取代日本的 这个资通讯地位 在全世界贸易的 这个地盘上面 占据了过去 日本的地位了 然后台湾 韩国全部依附中国了 就变这样子 对啊 所以美国看到 当然紧张 对啊 他看到这个 有人做这种分析的话 基本上 他一定要先把科技 先牢牢地 勾住 先打 金片法案 先打 对啊 先打贸易战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打贸易战了 那我们可以看 下一张图形的话 大概 这个就可以比较清楚 那 下一张图形 下一张图形的话是 在 我们提到的是说 关税的部分 关税的部分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话 2018年他还没有开始提高关税 那整个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 在互相这个打贸易战的时候 打到2022年今年截止 中国大陆对美国克的关税 权重加权的平均值的话 是21.2% 那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权重加权的话 是19.3% 那大陆的关税还比美国高 对 但是因为有时候他出口 出口的价值量是不一样的 这只是关税的税率 这是税率 加权平均就对了 加权平均 所以美国的部分的话 对中国大陆是19.3%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美国 对其他国家的话是降到3% 太离谱 这个价差实在是非常大 差了16个百分点 对对对 也就是说之前 但中国对其他国家也是只有6.5% 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话 他原先大概是在8%左右 所以有降到6.5%左右 那当然这个是对其他国家 跟对美国的部分的话 因为美国在克征 这些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这个关税的话 他节节升高 所以他每一升高 那就看到中国大陆也跟着升高 你看这个是因果关系 所以你升多高 我原先多高 我就加码 我就加码继续升 那当然在红色的部分的话 是一个贸易战的初端 那后续在2020年之后的话 基本上他们好像签了一个协议 所以美国有降一点点关税 中国也跟着降一点点关税 那所以维持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想应该现在的科技战 应该也开始在打了 就晶片法案 对对对 晶片法案的话 520亿美金晶片法案说 你要拿这个税务豁免 税务税金减免 就在美国这个晶片法案 税金减免的话 你不能在中国大陆投资 继续在投资28奈米以上 更先进的制程了 所以三星啊 海力士啊 这些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报道说 三星海力士都要考虑在中国大陆 未来的投资哦 然后呢韩国厂商讲说 不然你不爽的话 你去跟美国讲啊 对啊 那当然这个贸易战 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啊 贸易战这么打法啊 那他的产品互相间 出口到对方国家 竟然从2018年啊 的每 他是增长率8% 现在2022年 竟然会增加到20% 这个美国出口到 到中国的 那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话 那中国产的 那2022年增加了19% 所以贸易战越打 结果出口竟然到对方国家 是越 那个那个百分比是越来越高 这也告诉我们 就是说其实两国的 商品贸易的依存度 其实是不可能因为 这个关税而下降嘛 反而还会增加嘛 是啊 对啊 当然这个是一个 整体的贸易来看了 那我们说 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 它的纬度是差不多 那美国 大概三亿多人口 那中国大陆是 十四亿人口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而言的话 它最缺的应该就是 农粮食品 食品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战场 也就是科技业 我们看左手边这个图形的话 左手边这个图形的话 是这个 独角兽的加速 那独角兽的加速的话 我们看中国大陆也慢慢的在崛起 它独角兽加速的话 截至二零二二年 这资料是二零二二年三月份的资料 那目前大概是一百八十几家 那资料上面的话 中国大陆是一百八十家 美国是五百五十四家 所以科技业的部分的话 美国还是目前是独抢了 那当然是不是未来 中国大陆会慢慢的 逐渐的在攀升 我认为是可行的 有可能的 大家想到说科技业的话 最重要的投资 那就是R&D 也就是这种研发经费 研发的经费 研发经费的话 其实美国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美国的研发经费的话 目前是输 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很敢 花这个研发经费的部分 这个是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经费投下去有效没有效 效率的问题 我觉得大陆有很多研发经费 可能中间存在很多问题 没错 效率化的问题 对对对 当然他也只能说 这个让部分的人先赚大钱 这个之前他们的论点 就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他只能说 用虾子摸像的方法 我觉得他虾子摸像 毕竟还有他的道理存在了 那撒钱撒多一点的话 基本上还是有部分的回收 那这个是科技业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发觉也就是说 邓老师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可能下周再继续讲 这美中实力的一个比拼 不管怎么讲 我想这场这个所谓的经贸战 已经演变成是一个越来越激烈的对战了 非常谢谢邓老师 谢谢